嗨 各位豆粉們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今天我們不是要講青春豆 今天我們來邀請尼醫師來幫我們科普一下 女性的橘皮到底怎麼樣子產生 你是不是身上你這樣子隨便搬一下 或是這樣搬一下 然後就會有那個 橘子皮的那種感覺 或是你這樣子擠進來 然後我們來要尼醫師解釋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該怎麼樣去改善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尼米白醫師 就是要讓你明白 今天的主題是GP組織 女性朋友一定都有剛剛說的這種經驗 就是GP組織捏起來會很不均勻很不平整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穿的 那其實很尷尬 跟男生好像沒有什麼人有這樣的問題 除非是真的非常過度誹謗的男性 不然大部分男生好像沒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女生即使你看他 在怎麼瘦 對 就是你覺得好像他 可是稍微捏一下好像還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尤其是85%以上的女性 在過了青春期 幾乎都有GP組織的困擾 這不應該是100%嗎 因為我認為喔 就是GP它其實 它就是女人的第二行程 就像我們女人會有內內一樣 你不可能會沒有GP 所以就是觀眾們如果在萬壇說 我為什麼身上有這麼多GP 你不想要你的GP就等於是說你不想要你的內內的一些事一樣的 對 對女性朋友來說有點不公平 因為這就是先天上的一個生理的構造 皮膚有份的表皮層真皮層 皮下的一些軟組織膠原蛋白 然後下面就是我們的皮下脂肪 女孩子為什麼會有GP組織幾個原因 第一個可能表皮鬆了 那第二個就是它下面的皮下的一些膠原蛋白流失掉了 那最後就是它下面的皮下脂肪 會有一些我們說纖維素的東西 它有點像是網子把我們的脂肪給包起來的東西 那女孩子它纖維素是長直直的上去 那所以直直的東西就很容易被整個網上拉到我們的表皮上 會形成一些波浪狀的GP組織 男生的話因為先天上的生理構造 它是一種網狀交叉的纖維素包住它的脂肪 網子包的比較緊密 所以這些脂肪就比較不容易往上彈到我們的表皮層被看到 就女孩子好像體脂肪 因為可能一些女性荷爾蒙的關係 加上要生小孩的因素 所以女性的脂肪先天就比男性的脂肪量還要來得多 所以女性真的還蠻吃虧的 皮下脂肪還有體脂肪分布都比男生高 脂肪又很容易往上突出跑到表皮來形成橘皮組織 橘皮組織目前的話 坦白說沒有一個真正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但還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局部的改善 就是最常聽到就是說要擦什麼東西就是可以改善 可是可是好 你知道那個就是剛剛你意思裡面講的那一些什麼纖維素啊 它其實是在皮下的 例如說三四個MM以下哦 三四個MM這個真的太深了 你今天擦什麼東西真的不會到那個下面去 所以任何擦說可以改善橘皮組織的這個真的不行 尤其是有些說我添加了什麼某某成分啊 可以穿透渗透到皮下組織 會不會被暗殺 這可以講嗎 對啊 我們是不是得罪很多長殺 還是不要講這個 沒有你不要講特定品牌就好了啦 就是大家要有判別力 好了我們先說 我們先說今天這個橘皮組織 它在皮下的多少個MM 我們昨天量超音波嘛 對 那這樣子嘛我沒有辦法了 我覺得一定可以 來來來來來來 你的話你的現在皮下脂肪 最多 可是你肚皮已經被撐大了 你現在應該是看你的腿跟 大腿跟屁股應該會更明顯 好 等一下他們我們在那邊量那個皮下脂肪的厚度 它還有超過一公分嘛 有啊有人有超過一公分的 對 我們有幾個剛生完孩子的媽媽 好大概三點三點四個MM 甚至更深 更深 像我是幾乎沒有脂肪 兩三個MM而已 那還記得我們講說 保養品到底能不能吃進你的皮膚 光是表皮 我們大概是小於一個MM厚度 很多的成分都進不到整皮層裡面 更何況 今天在皮下一公分的地方 是那個是非常非常深的厚度 一公分很厚哦 我們要拿掉任何的脂肪都要耗很大的力氣 更何況今天你只是擦擦什麼什麼霜而已 好 好再來這個運動 運動它的目的主要是讓我們的肌肉 還有我們的一些皮下的組織 變得比較一些緊實的狀態 可能也許可以改善一部分 但是真的很嚴重的 可能還是效果會有限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儀器 儀器可以幫忙 但是你說要完全全拿掉 看不見 是不太行的 儀器例如說像是LPG啊 VelaShape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手機按摩 我知道有一些 專門在做幫人家做 推拿的 提雕的美容師 他們做 就是他們力氣真的很夠 是有辦法稍微就是 break 這些 纖維素的部分 我之後也有看到一些國外的 關於橘皮的那些手術 我有看過 我們沒有在做啦 我們直接都沒有在做 那個已經就是像抽脂 抽脂手術那一些 把那些過多的脂肪把它抽出來 然後順便在抽的過程 把那些纖維素打斷 越激進的治療 這個當然是一定是會越有效的 那所以就是看各位 沒有辦法做什麼預防它產生嗎 我就說這是第二性徵啊 你有辦法預防你內內心殘嗎 不行啦 像我這麼熟啊 我大概BMI只有18吧 然後 然後我還是會 有橘皮 就是大腿外側 還是有橘皮 然後例如說 手臂我稍微這樣子掐一下 一定還是會看到橘皮 所以這個橘皮產不產生 其實跟你到底有沒有很胖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當然你很胖的時候 你那個 更明顯 一定很明顯嘛 因為你的那個脂肪球變大了 甚至躺著就看得到了 就是你那個變大了 你就往上頂 或是往下墜的時候 你那個纖維它就是會跑出來這樣子 以上是我們今天對於GP組織 Cellulite的一些見解跟分享 不曉得大家對GP組織 還有什麼其他想要了解 或者是其他的問題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錄這些教育短片的 Like和Shar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有一個新的頻道囉 叫做 美上美健康時尚生活 請大家記得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最終最終